哈囉,大家好,我是Alan 歡迎來到劉駕花眼跟青田弄的頻道 相信大家有看到最近我們臉書的貼文嗎? 沒錯,我們現在就是在這邊這個地方 劉媽媽的佈置這些可能暫時要先清開 那感謝大家的支持跟關心 我們現在的話就還是一步一步來 至少先把這邊清開 然後讓就是有關的單位先去回復一下檢舉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的話大家不用太擔心 我們劉駕花眼還是一直會在 所以我們就先把這些部分先處理好 然後之後再看有沒有辦法去 申請合法去養護這個地方 有一些熱門很熱心很積極的 就是想說看要不要是去找縣議員 或者說縣長或者說一些鄉民代表這些 那我就現在都不用把事情搞得這麼複雜 我們就一步一步來嘛,這邊先清空 然後之後再去申請看有沒有辦法合法去養護這個部分 所以在這邊還是感謝大家的關心 不過我們還是會好好的處理 那盡量之後還是讓大家有一個很漂亮的地方 可以去欣賞多肉 那當然如果說你們來芬奇湖的話 想要買多肉其實都可以到我們家的頂樓 我們家的頂樓其實目前的話 還是有放蠻多的多肉植物 所以大家要來的話 如果說想要看多肉植物 其實都可以跟我們講一下 我們可以帶你到頂樓去看 好,那就進入我們今天影片的主題 其實在我們多肉植物當中 有很多很多個品種 它是有味道的多肉植物 那當然大家喜歡的一定是有香氣的嘛 像老爾啊、羅奇啊、洛神啊 或者春萌這一些 那我手邊還是有其他有一些有奇怪的味道的多肉植物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我們劉家花園所擁有有味道的多肉植物 影片當中的話我會介紹這些品種 然後我會以照顧的難易度來講去分級 就是最簡單當然是一顆星 最難是五顆星 那我就是給大家做個參考 因為其實當中 像老爾啊、這些 其實我真的覺得它還是有一些些的難度 所以大家如果說要去找這些品種的話 可能要稍微斟酌一下自己養護的能力 OK,那我們就進入今天的影片囉 好,那我們來介紹一下就是有香氣的多肉植物 那我覺得很具代表性的話就是這一顆 這一顆的話是老爾 相信這幾年一堆人在找老爾都很喜歡 但我覺得老爾在照顧上的話 我覺得它的難易度來講的話 我覺得至少有到四顆星 因為老爾的話 其實它在夏天的時候很容易掉夜 那它的香氣其實還蠻像糖果的 我自己還蠻喜歡這個味道 那老爾它是景天科景天薯的 其實它喜歡的話就是還是一樣 就是叫沖煮 然後溫差大的地方 這個的話我覺得在養護上 就是你水分盡量不要太多 不要太怕悶 所以這一點的話大家注意一下 那接下來的話我們就介紹一下其他顆 這幾個其實我會把它放在一起的話 其實它們也是有關聯性的 再來先介紹一下這一個 這一顆是蘿起 大家會發現說它跟老爾其實很像 沒錯,這一顆的話其實也是景天科景天薯 然後蘿起的話我自己去查 蘿起的話其實就是老爾的膠種 那我自己查到的話不知道這麼正確 像蘿起的話我自己查到它應該是老爾去膠種綠豆 所以你會發現說它的顏色是比較偏綠一點 當然你如果說日照充足的話 它顏色還是會變比較紅一點 但是其實夜行還是有不一樣 老爾比較遠一點 這個帶一點點尖尖的這樣子 所以這個的話它香氣我覺得也是老爾的基因來的 然後再來的話會介紹這一顆 這一顆的話大家會覺得說它長的 跟老爾其實還是有點像 跟老爾其實還是有點像 只是稍微比較大號一點點 那這一顆的話我自己去查 這一顆叫洛神 洛神的話它的交配是應該是桃枝卵 去膠種老爾的 所以它的香氣應該也是 由老爾這邊來的 大家也會發現說這個顏色其實跟桃枝卵的顏色其實很相近 那只是說夜行的話會比較像老爾的放大般 那它的香氣的話也是跟老爾一樣 但是我覺得它的味道比較淡一點點 也是都比較需要在日照充足的情況下 它的味道會比較濃一點 再來介紹這一顆一樣是有香氣的 這個也是很知名度算蠻高的 這一顆是春萌 那我現在拿的這一顆是春萌醉化 如果說它是還原的狀態 那就會是像這樣子單頭單頭的 但是它現在是已經醉化了嘛 它就是長得像這樣片型的 所以這個的話是春萌醉化 那我覺得春萌的話它的養護難易度來講 我覺得應該只有兩顆星 因為我覺得它的難度真的不高 它其實它的染病的狀況也很少 那這一顆它在度下我覺得也是蠻乖的 所以這一顆如果說大家喜歡的話 都可以去找來入手 那這一顆的香氣我覺得是跟老爾也是蠻像的 尤其你在日照充足的情況下 它的味道會非常非常的濃 還蠻好照顧 然後也型態也是蠻不錯的 這個大家都可以去找來養看看 然後像這種的話如果說你到秋冬 陽光比較多 它其實都有像戀星那種的紅點 所以這個是型態也是蠻棒的 那大家都可以去找看看還有沒有人在販售 那剛剛介紹到春萌嘛 那我就來介紹一下這一顆 這一顆的話叫佩莉多特 這個是前段時間在韓若那邊買的 其實大家會發現說 它跟春萌的顏色其實也是蠻像的 我不太確定它也是什麼叫佩士 其實大家也會發現說它其實有點像老爾的夜行 也是有點像 不知道是不是老爾去教春萌 其實這個不能肯定 但是很肯定的是這個也會有味道 那我覺得這一顆的照顧的難易度來講的話 我覺得只有兩顆星 這個都是度夏之後的植物 然後它砍頭之後其實蠻容易長徹芽 葉夫的出來機率也都是蠻高的 這一顆的話目前市面上面有看到很多 那我這邊也還在繁殖中 這個味道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這個大家可以參考看看 那有香氣的多肉當然不會錯過這一顆 這一顆的話是藍豆 我覺得藍豆的照顧難易度來講的話 我會給它五顆星 連我們在山上其實像這一顆是度夏後的植物 你看它的狀態就沒有到很好 還是有很多大量的釣葉 像這種的狀況我覺得都是根其實沒有到很健康 所以像這一顆我也都是在抓它的照顧的方式 那它的話繁殖我們還是會是以砍頭為主 但是因為它的側芽感覺沒有很多 所以砍下來也說這一個梗就會變成老化 沒有用 所以這個的話我覺得繁殖的量都不會太多 大家可以嘗試看看 但是我還是會給這一顆的 照顧難易度來講的話可能會給到五顆星 因為真的有點難度 好再來的話介紹一下這一顆 這一顆的話是法師類的 這個是說銀鈴草鼠的 這個就是莉莉百合 莉莉百合的話一樣是太陽照射下 它比較容易會有味道 那既然剛剛講到了莉莉百合 那莉莉百合的話算是在法師類少數有香氣的 那我就來講一下是一樣有味道 但是它的味道不一定是香氣 這一顆的話就是紫陽蓉 紫陽蓉的話我覺得照顧難易度來講的話 以法師類其實它算簡單 但是法師類就是這樣 就是它到夏天的時候其實它會像3D玫瑰一樣 就是它會包起來它會進入休眠的狀態 所以在休眠的時候有時候如果水分沒有掌握好的話 它有可能就是一覺不行 紫陽蓉的話它會有一個很濃很濃的味道 其實我也很難去形容那個味道 反正就是一個很特殊的香氣 但是有人覺得它的香氣嗎我覺得不一定 因為有些人會覺得它有點臭臭的 大家如果說手邊有一些法師類的話 其實大部分都會有味道 所以像小人之劑 如果說你手邊有小人之劑的話 真的可以用力吸看看 它的味道真的是會讓你印象深刻 大家都可以去 有去試劑的話 有看到小人之劑 都可以去吸看看 真的是蠻特別的味道 我只能說特別 大家可以去吸看看 真的是蠻有趣的 我們講到有味道的多肉 當然不會錯過這一顆最知名的 算多肉植物裡面的明星 這一顆的話是熊童子 不過這一顆是熊童子的膠種 這個是熊童子膠種子貓 這個是熊貓 熊童子它是什麼味道呢 其實它的味道也不算是香氣 有一些人會把熊童子的味道形容成口水味 那其實我覺得口水味其實很難去理解 當然你可以我覺得像有些嬰兒 他可能衣服都會沾一些口水 你可以去聞那個味道 比較類似像那種味道 當然有一說是說 口水味越濃的話 它的植物越健康 這個大家如果說你可以去 如果手邊有熊童子的話 你可以去吸看看 如果說它口水味很濃的話 那恭喜你應該是它很健康 所以才會有這麼濃的口水味 這給大家參考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介紹 今天就跟大家來介紹一下 這些有味道的多肉植物 然後當中的話其實還是有一些不容易照顧的 因為也是有很簡單的 所以大家都可以去參考一下 那之後的話我們在11月11 這一週是三天的市集 在台南那邊 這一場的市集它非常非常盛大 它在台南展覽館那邊 那目前我得知的話他們門票是200塊 然後可以抵100塊的消費 所以我真的還蠻建議大家可以有時間的話去逛一下 因為除了多肉植物啊 然後一些官葉啊 仙人掌啊 還有像龍舌蘭 最特別是它還是有一些爬蟲的單位去 所以我覺得蠻值得去逛一下 而且它旁邊就是山井Outlet 所以大家都可以趁著週末的時間來這邊逛一下市集 然後買一下多肉 然後逛一下 那如果說大家想要跟我聊天 有什麼問題的話 現場有遇到我 我有空的話都很樂意去跟大家回答 好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介紹 那如果說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按讚、分享、訂閱 然後記得開啟小鈴鐺 來接受我們影片的最新訊息 那影片就到這邊囉 掰掰